因為今天下雨,所以Peppa和George不可以出去玩 爹地,外面停了,我們可不可以出去玩 那好吧,你們出去玩 Peppa很喜歡跳到泥淡上 我很喜歡泥淡的 Peppa,你要跳到泥淡的話,就要穿了水鞋才行 對不起 George,都很喜歡跳到泥淡上 George,如果你要跳到泥淡上,就一定要穿水鞋 他很喜歡小的 Peppa很喜歡照顧他的弟弟,George 我們再去找多些泥淡 Peppa和George玩得很開心 Peppa找到一個很小的泥淡,而George就找到一個大泥淡 George,看一下,那邊有個很大的泥淡 George,很想第一個跳到大泥淡上 等一下,George 我要幫你試試是不是安全先 好,這裡安全 對不起 對不起,不過是泥淡上 要是泥淡上,你覺得海色蟎淡上 好,給我自己的泥淡上 好,Katc 好,顏色蟎淡上 是泥淡上 你們不是吧? 爹地!爹地! 你猜我們做過甚麼來? 讓我猜猜 你們剛才去了看電視? 不是呀!爹地! 你們剛剛洗完澡? 哈哈哈哈! 不是! 那我知道了 你們剛才跳到泥淡道 沒錯呀!爹地! 我們剛才跳到泥淡道 呵呵!看看你們多骯髒呀 噢 不要緊啦!是泥來的 在媽媽看到之前,快點擦乾淨它 爹地!擦乾淨之後 你和媽媽會不會和我們一起玩的? 會呀!我們可以在花園一起玩 嚥 Anne! Peppa和George穿了水鞋 朱太太和朱先生也穿了水鞋 Peppa喜歡在泥淡道竿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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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缿竿竿 看看你現在多骯髒 都只是黎尼 恐龍先生不見了 George最喜歡的玩具就是恐龍先生 恐龍 George很喜歡恐龍先生 有時候George會用恐龍先生來嚇Pepa 我好害怕 吃飯的時候 恐龍先生會坐在George旁邊 剛才是誰呢 到底是George你還是恐龍先生 恐龍 哈哈哈哈 沖澡的時候 George都會和恐龍先生一起沖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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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贏了,爹地 做得好啊,Peppa 什麼事啊,George George,發生什麼事 恐龍 George,你是不是不見了恐龍先生 George,不見了恐龍先生 不用擔心George,我們會找回恐龍先生 是時候,到偵探出馬了 爹地,到底什麼是偵探啊 其實所謂偵探就是一個非常擅長找回失物的人 我是偵探,我擅長找失物的 那好吧,就由Peppa做偵探 George,我就是偵探了 我會幫你找回恐龍先生的了 這樣,你身為偵探就要問George幾個簡單問題 George,恐龍先生現在在哪裡 George,不知道恐龍先生去了哪裡 偵探可以猜恐龍先生會放在哪裡 我想到了,我知道他在哪裡 George經常帶恐龍先生一起洗澡 所以恐龍先生會在浴缸裡面 恐龍先生不在浴缸裡面 恐龍先生不在浴缸裡面 我想到了,我知道恐龍先生在哪裡 George經常要恐龍先生每晚都陪他睡覺 所以他一定在床上 恐龍先生也不在George的床上 可能我們要去花園找一下 是啊,花園 我也想說的 究竟恐龍先生在哪裡 恐龍先生真的很難找 哦,都都找不到恐龍先生 George,你不是很喜歡把恐龍先生拋上天嗎 不知道這次你是不是把恐龍先生拋得太高呢 在那裡啊,恐龍先生啊,我看見先的 做得好啊,Pepper 你真是一個很厲害的偵探 恐龍先生啊,恐龍 恐龍 George很開心,可以找得回恐龍先生啊 B 我想,你以後都不要在這棵樹旁裡拋恐龍先生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恐龍 最好的朋友 Pepa在等她最好的朋友,Susi Susi,你好 Pepa,你好 Susi是來找Pepa一起玩的 Pepa很喜歡Susi Susi也很喜歡Pepa 她們是最好的朋友 Pepa,不如你和Susi上睡房玩吧 好啊,媽咪 George也想一起玩 Pepa和Susi很喜歡在Pepa睡房裡玩 George也是 對呀 不行啊,George 這個遊戲只是侵女玩的 你去玩你的玩具吧 Pepa和Susi只想自己玩 我就是小小的妖精公主 我要揮動我這隻魔杖 把你變成一隻青蛙 George不喜歡自己一個玩 George也想一起玩 不行啊,George 我和Susi在玩的 你要去其他地方玩才行 George想和Pepa一起玩 她覺得有點寂寞 George,我想你幫忙 我在製作朱古力碎曲奇 我想你幫我舔乾淨 我想你幫我舔乾淨個碗 George很喜歡幫媽媽做曲奇 但她更加喜歡和Pepa玩 我想做護士 而我就想做醫生 這樣誰做病人 George Pepa和Susi很喜歡扮 醫生和護士 George也是 Pepa聽著George的心口 來呀,George 現在深呼吸 然後咳 我覺得你的心有些問題 我要幫你塗膠布 嘩嘩 嘩嘩 嘩嘩嘩 抹大嘴,麻煩 而Susi幫George量體溫 哎唷,糟了 你燒得很緊要 我想你需要入醫院 住三年了 朱先生進來找George 噢,糟了 George他甚麼事 放心吧,我們在玩遊戲 George是我們的病人 噢,原來是這樣 那我可不可以探望病人 你探望一會兒好了 病人要休息的 曲奇呀 是啊,是給George的 這些是治好他的藥來的 對了,醫生 幫我檢查 我覺得好痛啊 嘩嘩嘩 好癢啊 我聽到你的肚子打鼓啊 你一定是好餓了 爸爸 看來我要吃好多菊奇 來治好他 我也是啊 我也是 還有我啊 嬰姆Polly Peppa和家人來探朱媽媽和朱爺爺 媽媽、爺爺 媽媽、爺爺 我可愛的孫兒孫女,進來吧 我們有驚喜 是甚麼來的 我們有隻新寵物 你們猜是甚麼 恐龍 不是,我們的寵物不是恐龍 進來看看 朱媽媽和朱爺爺養了一隻鸚鵡 Peppa、George 他是我們養的鸚鵡 他的名字叫Polly 漂亮Polly 漂亮Polly 我這隻鸚鵡很聰明 我這隻鸚鵡很聰明 媽媽,為甚麼問了甚麼 Polly就跟著說甚麼 鸚鵡是這樣的 試給你看 你好,Polly 你好,Polly 這隻鸚鵡很聰明 這隻鸚鵡很聰明 來吧,各位 各位,吃茶點了 Peppa、George,來吧 有朱古力蛋糕 來吧,媽媽 Peppa和George很喜歡吃朱古力蛋糕 但是今天他們很想吃快點 再跟鸚鵡Polly玩 吃完了 你們吃東西真的很大聲 媽媽,我們可以離開個位 過去跟鸚鵡Polly玩 你肯定你已經吃完蛋糕了 那你們去吧 好耶 George,跟Polly說些事 George,有點害羞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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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ppa和George很享受跟Bolly一起玩 我叫Pep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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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orge,你也說些事 來吧 Peppa和George在扮演鸚鵡 我是鸚鵡Polly Polly Peppa在想著應該對Polly說些什麼好呢 我是隻多嘴的鸚鵡 我是隻多嘴的鸚鵡 我是隻多嘴的鵡鵡 我是隻多嘴的鵡鵡 我是一隻鷹鷹鷹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捉迷藏 捉迷藏 Peppa和George在玩捉迷藏 現在到George躲起來了 他要在Peppa數完之前找個地方躲起來 1 2 3 4 5 6 7 George找到個地方躲起來了 剛剛趕得及 10 準備好了嗎?我來吧 Peppa要找George躲起來 我找到你了 Peppa找到George了 George 我一眼就看到你在這裏了 現在輪到Peppa躲起來了 1 2 3 等我來幫George數吧 1 2 3 4 5 6 7 8 9 9 10 好 好了George 抹大你的眼睛 George要找出Peppa躲起來在哪裏 Peppa不是躲在桌底 George 你有沒有想過找一下樓上 電視頻 Peppa躲起來了 剛才那些怪聲是什麼來的呢 Peppa也不在窗簾後面 怪聲又試出現 是什麼聲來的呢 George找到Peppa躲在那裡了 George找到我了,現在是爸爸躲在那裡 我覺得應該到George才對 但George根本不懂怎麼躲在那裡 我肯定他這次會好很多 閉上眼睛,然後開始數 1 2 這次糟了,Peppa很快又會找到George George,過來這裡 8 9 10 準備好了嗎?我來吧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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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這份報紙可能跟George有些關係 B George, 我找到你了 George, 你躲在這裡真的很聰明 原來George一直躲在珠仙先生的報紙裏 看見面 幼兒班 Pepper和George正在回幼兒班 George今天是第一次回 George, 你期待今天回幼兒班嗎? 爸爸, 我覺得George太小了 不應該回幼兒班 沒問題, Peppa 因為有你, 還有恐龍先生陪著他 恐龍 但是我想和一些大小的同學玩 不是和George還有他的恐龍玩具玩 糟了, Peppa不想George回幼兒班 我們到了 爸爸, 你肯定George真的要一起來? 不會有問題的 好呀 好呀, 一起進去吧 哈哈, 再見 行星期間 情靈太太負責照顧幼兒班的小朋友 大家好 她就是我的小弟, George 你好,George 我都想有個George這樣的弟弟 真的嗎? 你好,我叫Danny 這隻是恐龍你 只是恐龍玩具 恐龍 好厲害 好厲害 恐龍 恐龍 嘩,真是好恐怖 嘩,好厲害 George,他是我弟弟 他好厲害 Pepper,為他的弟弟感到自豪 好啊 我們就為George示範一下怎樣畫畫 George畫畫不是那麼好的 那不如由你嘗試幫他 好啊,我畫畫好厲害 我會教他怎樣畫一朵花 George,我今天準備教你畫畫 就是怎樣畫一朵花 首先畫一個大圓圈 不是呀,George 你用錯顏色呀 現在畫些花粉 George 花粉不是這樣的 然後就是要畫一些勁和葉 完美 George,你完全做錯了 看看你們畫了些甚麼 我畫了一朵花 畫得好漂亮啊,Pepper 而George你呢,就畫了一隻恐龍出來 對呀 很浪 厲害呀 我覺得George和Pepper的話 應該拿去貼堂呀 好耶 Pepper,你有個這麼聰明的弟弟 一定很自豪的啦 沒錯,是呀 救命 好耶 夠時間放學啦 那些小孩子的父母來接他們放學 George,下次還可以來嗎 可以 他下次還可以畫多一幅美畫 那你下次會畫些甚麼呀 告訴我呀 恐龍 是另一幅恐龍畫 你下次可以教我們怎樣畫恐龍畫 好厲害呀 是呀 好厲害呀 好厲害 好厲害 朱太太的工作 朱太太的工作 正在做的工作 朱先生在做當伍餐 終於 爹地呀,我們可不可以看看媽媽用電腦做事呀? 可以,不過你不要妨礙她呀 她今天有好多重要事要做呀 多謝爹地 朱太太有好多重要事要做呀 媽咪,George和我可不可以坐在你大腿,看著你做事呀? 好呀,但你們要靜點呀 哈哈哈哈 Peppa和George很喜歡看著朱太太用電腦做事 媽咪,我們可以玩那個電腦遊戲開心雞嘛 我們一會兒再玩開心雞啦 我現在要做事呀 媽咪,我們幫你做事呀 不要呀,Peppa,你不可以碰部電腦呀 還有George,你都一樣不可以碰部電腦呀 是呀,George,你不可以這樣做呀 Peppa,停呀 媽咪,對不起呀 我只是想示範給George看,不應該這樣做呀 糟了,那部電腦似乎壞了呀 爹地呀 爹地呀 爹地 甚麼事呀,媽咪 爹地呀,你可不可以幫我弄回它呀 呃… 你現在弄電腦,我就幫你煮午餐呀 呃…那好吧,媽咪 但是我電腦不是很擅長的呀 好多謝你呀,爹地 朱先生,準備弄回好電腦啦 呃… 然後再開回它啦 朱先生,弄回好電腦啦 厲害呀,爹地 哈哈哈哈… 是啊,我想我是這方面的專家來呀 爹地 我們可以玩那個電腦遊戲,開心雞嘛 我想你應該先問一下媽咪 媽咪說我們一會兒可以玩的 如果是那好吧 我不知道這隻遊戲碟在哪兒 www 好呀 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 接著到我了 這次輪到我了 哈哈哈哈哈哈 上面到底怎麼這麼吵 看來電腦已經弄好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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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豬仔 哈哈哈哈 George在花園裡玩球 Peppa也想玩 George,你完全做錯了 拋截球是這樣玩的 不是這樣玩的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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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才是這樣的 Peppa真是好沒禮貌 我,我 對我 George,你這隻小豬快回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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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Peppa欺事ge欺得太過份了 Pepa,你是不是欺負George 不是呀,媽咪,我教他怎樣玩拋截球 真的嗎?我有個遊戲可以教他怎樣玩拋截球 遊戲叫做搶豬仔 Pepa,你拿著球然後站在那邊 而George呢?你就站在那邊 對了,你們要互相拋球給對方 而我就嘗試搶球 而我是負責搶豬仔 媽咪是負責搶豬仔 接住了,George 哎呀,接不到 George,接住了個球 好耶 做得好,George,你現在拋球給Pepa 再試試 再來 George,不可以把球拋給朱太太 來吧,George,給球給我吧 你好傻呀,George 我都會這樣做 Pepa想學習,但他太大,過不了他 我拿到個球了 Pepa,現在輪到你負責做豬仔 George,接住了 George,接住了 好耶 接到 George,你要做豬仔了 George,接住 George,接住了 把球給你啊,George 接住啊,George George,接住了 把球給你啊,George Pepa,你是不應該這樣欺負George的 George,對不起呀 為什麼這麼吵呢 Daddy,George太小了,所以玩不到長豬仔呀 我肯定他夠高大呀 不是呀,Daddy,你看住呀 George,接住他 好耶 這樣不公平 不是呀,我只是幫George小小磨而已 媽咪,那不如你幫我啊 當然好啦,Pepper George,傳給我啊 George,接住 Pepper喜歡玩拋截球 George又喜歡玩拋截球 原來大家都喜歡玩拋截球的 爸爸的眼鏡不見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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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戴上眼鏡才看得清楚 當朱先生戴上眼鏡的時候 所有東西都很清楚 但當他脫了副眼鏡下來的時候 他看東西就很模糊了 所有東西看起來都會很模糊 所以對朱先生來說 他一定要知道副眼鏡放在哪裡 朱先生有時會不見了副眼鏡 Peppa、George 你們有沒有見過爸爸的副眼鏡? 他到處找過也沒有 沒有,媽媽 Peppa和George不知道朱先生的副眼鏡在哪裡 可惡 沒有戴眼鏡的時候 朱先生根本看不到報紙 這次真是麻煩 我甚麼都看不到 一定是有人把我的眼鏡放在別處 你記不記得你把它放在哪裡? 爸爸 我不戴的時候一定會放在袋裡 但現在袋裡沒有 爸爸,我們幫你找一副眼鏡吧 好主意啊,Peppa 只要你找到他 爸爸就不會這麼懶惰了 我一點都沒有懶惰 現在Peppa和George 開始找朱先生的副眼鏡了 Peppa揭起報紙看看下面 但是朱先生的副眼鏡不在這裡 哦 George就去電視頂找一下 但是朱先生的副眼鏡也不在那裡 好啊 我們上樓上找一下爸爸和媽媽的睡房 Peppa和George 一起去朱太太和朱先生的睡房找 George 你要小心不要撞掉任何東西啊 一點都不好笑 好 Peppa找枕頭底 但是朱先生的副眼鏡不在那裡 George就找朱先生的拖鞋 但是副眼鏡也不在裡面 我們去浴室找吧 Peppa和George一起去浴室找 副眼鏡不在浴缸裡面 哦 副眼鏡也不在座廁裡面 哦 好難找啊 Peppa和George 找也找不到朱先生的副眼鏡在哪裡 我們到處都找過了 但是都找不到爸爸的副眼鏡 哦 糟了 我們現在怎樣做好 我想我要學一下不用眼鏡生活了 只要我慢慢走就不會撞到東西了 在那裡啊 是爸爸的副眼鏡啊 爸爸啊 原來你一直坐著副眼鏡啊 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麼傻眼鏡啊 為什麼會跑去梳化那裡啊 哈哈哈哈 是啊 不知道呢 哈哈哈哈 雖然爸爸 Prize пап meille 你這個人感覺真 Suger dropdown諒 但是你起碼你不用再生防了 吧 perd 嬰嬰 羊叫 Peppa和George來到豬媽媽和豬爺爺的家裡玩 羊爺接著 接著 是甚麼 恐龍 是隻恐龍 爺爺,你在做甚麼 我在這裡種種種子 種子?種子是甚麼 種子呢,大了就會變成植物 我只要整個小孔在這裡 放一粒種子進去 然後用泥土蓋住它 最後流水上去 我花園裡的所有植物 都是由這些種子種出來的 連這棵蘋果樹也是 沒錯 沒錯 這麼小粒的種子 發芽後就會變成很小的蘋果樹 好像它那樣 哦 你想不想種種種種子 好啊 這粒小的種子 遲些就會變成一棵 草果樹 首先 首先製一個很小的洞 然後放一粒種子進去 然後用來蓋住它 你想我幫你淋水嗎 不用了 我想自己淋 好 現在就要等它慢慢長大了 很可惜 ョ科古 Peッパ和George等一粒種子長大 根本有甚麼都沒有長一巴掌 出來了 個好 你要放些耐性才可以 P 2018 種子變成放棄 要很長的時間 剉華 George 是時候回家了 但是我們等一通草果樹 火樹花開來了 我真的很想吃草果火 你放心吧,Peppa 下次你來的時候 粒種子就會變成士多啤梨樹 接著就有士多啤梨吃 沒錯 來吧,Peppa 再見了,爺爺 再見士多啤梨 豬爺爺負責打理Peppa的士多啤梨樹 好多日之後 豬爺爺看到粒種子開始發芽 然後這棵植物一天一天長大 有一天 豬爺爺發現這棵植物變得很特別 是士多啤梨 爺爺,我們又來了 Peppa和George又來玩 爺爺爺爺,有士多啤梨沒有? 有了,你看 士多啤梨 謝謝爺爺 謝謝爺爺 爺爺,我們可以種其他東西嗎? 可以,這次讓George選種什麼 好啊,你選吧,George 你選紅蘿蔔 爺爺,我想George想種紅蘿蔔 你真的想種紅蘿蔔嗎? 不想 那你想種什麼? George,想到他想種什麼了 恐龍 George,想種一棵恐龍樹 好傻啊 好傻啊 恐龍是種不到樹的 恐龍 好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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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ff Guerge 你現在拋個球給我 讓我接著他呀 Guerge啊 糟了 George打屍歪,搞到他沒辦法 George 我有方法幫你不要打屍歪 你要照我說的去做 一邊摸著你頭頂,一邊摸下肚子 做得好,現在你不會打屍翼了 Peppa的方法看來沒效 George,你完全做錯了 我知道有另外一個依打屍翼的方法 首先你要沿地跳三次,要用單腳跳 現在就不斷摸你對手 然後再伸一條舌出來 然後閉上眼睛,然後很快地沿地轉,轉三次 Peppa的方法一樣沒效,George還在打屍翼 我想到了,要依打屍翼,就一定要嚇那個人才行 George,我現在要嚇你,但你要記住,我這樣做只是為了依好你,不再打屍翼 記住,我只是為了依嚇你 Peppa,你不可以這樣嚇George的,他現在更小 對不起,我只是想George不再打屍翼了 George不再打屍翼了 George不再打屍翼了 專先生正在走過來,還帶兩杯果汁 George,如果你喝得太快,又去打屍翼了 我不像George這麼小 我小時候,我喜歡喝多少幾塊都沒問題的 George不再打屍翼了 Oh... Hah... 丹柯 丹柮 哈哈哈哈… 單車 今日天朗氣清 Peppa和George在這兒踏單車 嘩 這個南瓜真的很漂亮呀,Daddy 豬先生對他的南瓜覺得非常志豪 南瓜是我唯一種到的東西 可能是因為我喜歡南瓜批掛 快點啦,George Danny,Sussie,Rebecca Peppa和他的朋友Danny,Sussie和Rebecca 在踏單車 而George就在踏他的三輪車 你踏得太慢啦 逗快踏去豬先生的南瓜 如果逗快踏去爹地的南瓜 我們就要小心千萬不要碰到南瓜 如果碰到它的話,Daddy會很傷心的 放心吧,Peppa 逗快去啦 Peppa和他的朋友逗快踏去豬先生的南瓜 喂,小心我的南瓜 好耶 Peppa,小心啊,抗住Daddy的南瓜 爹地,對不起 看看George他踏得多慢啦 George還在踏三輪車 其實你的車也是差不多 Peppa,你還在用輔助輪 我踏單車已經不用輔助輪了 我也是 還有我 我們再踏上山啦 你要一起嗎,Peppa 不用了,我留在這裡算了 一會見嗎 好 Peppa很希望他的單車沒有加輔助輪 爹地,我的單車已經不想再用輔助輪了 沒有了它,你真的踏到? 是啊 好吧,Peppa,那我拆走它 朱先生,拆走Peppa的單車上的輔助輪 你真的不用輔助輪來踏單車呀? 是啊 你之前沒試過這樣的呀 我做得到的,行的行的行的 一電到,不好笑 不用輔助輪踏單車,一點都不簡單 你要我幫忙買Peppa 好呀,謝謝Daddy 那好吧,準備 坐好,出發 不要放手呀,Daddy 放心啦,我會抓住你的 你真的做得很好呀,Peppa 抓住了,Daddy 你繼續踏吧 Peppa靠自己踏單車 而且沒用輔助輪 Daddy,你幹嘛放手呀 你一直都是自己踏 我沒幫手 真的嗎? 你剛才真的踏得很好呀 真的嗎? 我會踏單車呀 看看我,看看我 我會踏單車呀,看看 Daddy,Sussie,Rebecca,看看 我不用再用輔助輪踏單車了 看看我呀 好呀 大快踏去Daddy的南瓜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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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ppa,小心呀,我的南瓜 我快來贏了 Peppa,完全沒有看前面 嘩 哎呀,糟了 Peppa摘爛了朱先生的南瓜 對不起呀,Daddy 我摘爛了你的南瓜 不要你這個南瓜 最重要的是你平安無事 下次你踏單車一定要看路,知道嗎? 我答應你,我一定會的 好極 話說回來,既然這個南瓜已經爛了 我就把它做成南瓜批 我很喜歡吃南瓜批的 因為Daddy這個南瓜這麼大 肯定這個南瓜批絕對夠大家一起吃的 好呀 秘密 朱太太幫Peppa做了個特別的盒子 Peppa,這個盒子是送給你的 謝謝媽媽 這個是秘密盒子 讓你放秘密進去 不知道我可以放些什麼進去呢 這東西你自己決定了,Peppa 這個是你的秘密盒子 我知道放些什麼進去 好呀,不用說我聽的 我不會告訴你 或者是George和Daddy聽 這個是秘密 George,這個是我的秘密盒子 他現在是空的 但是我要找些東西 放進盒子裡面 George,想幫Peppa 不行呀 只有我可以知道盒子放些什麼 你現在先出去吧 因為我要在這裡選東西 好呀 Peppa準備選一些秘密的東西放進盒子裡 現在我的秘密盒子放了東西了 George,你不能偷看盒子 George,很想知道Peppa的盒子放了什麼 如果你想的,你可以試試猜的 恐龍 George覺得Peppa放了一隻恐龍進盒子裡 哦,George 你見到什麼都只會說恐龍的 總之呢,恐龍這麼大隻 根本放不到進盒子裡 George,想不到Peppa的盒子裡面有什麼 朱先生在打掃著畫 爸爸,這個是我的秘密盒子 是媽媽做給我的 什麼這麼好呀,Peppa 裡面有什麼 這個是秘密 George有試過猜 但是他猜不中呀 我又可以猜一下嗎 可以呀 嗯,你是不是放了我的眼鏡進去呀 不是呀,你就是戴著你的眼鏡咯 又是呀 爸爸好傻呀,你要認真些去猜 是呀 那好吧,你放了媽媽的鞋子進去 不是,你已經用好所有機會再去猜了 Peppa很喜歡秘密 媽媽,沒有人猜到盒子裡面是什麼呀 哦,George,你拿著什麼呀 我都弄了個盒子給George 他放了些秘密進去呀 只有George才知道裡面有什麼 哦 Peppa想知道George的盒子裡面有什麼呀 裡面一定是George的玩具恐龍呀 不是 George的玩具恐龍不在盒子裡面呀 真是太難猜了,我不猜了 Peppa已經沒有之前那麼喜歡秘密了 我想呢,如果你讓George看看你的盒子裡有什麼 他都會讓你看他的盒子有什麼 好呀,但是我們要一起做的 真是個好主意呀 我數到三,你們就在盒子裡拿一件東西出來 準備好沒有呀 行了 一、二、三 George放了個鼓,Peppa就放了喇叭 好好聽呀 是啊,真是好好聽呀 你們還有沒有其他秘密的東西呀 George放了個奶油冬甩進去呀 哦 但是Peppa的盒子是空的 我沒有放其他東西咯 幸好我也有 來吧,一起吃呀 George、Peppa、朱太太和朱先生都很喜歡奶油冬甩的 我沒有一個秘密盒子 但是我知道有個好地方藏在這個奶油冬甩 你猜在哪裡 嗯,你要把它藏在冰箱裡 不是 在一個更特別的地方 就是我的肚子 嗯,嗯,很好吃呀 我都要把我的冬甩 藏在我的肚子裡 我也要 放風箏 今天陽光普照 Peppa和她家人來到公園 他們準備放風箏 他們準備放風箏 George準備第一個放風箏 George出盡全力地跑 但是這風箏始終飛不起 George,你完全做錯了呀 你根本跑得不夠快 現在輪到我了 Peppa,盡全力地跑 但是這風箏仍然飛不起 現在沒有風,這風箏是飛不起的 你跑得多快都沒用 哦 我們要慢慢等 等到有風吹為止 哦 看看,開始有風了 現在開始有風,風箏飛得起了 那些風越來越大 現在那些風非常大 George Peppa 麻煩你了,爸爸 朱先生放風箏 厲害 高一點,高一點 朱先生很懂得控制風箏 是啊,我在這方面算是專家 你要小心點 你要小心點樹 不是一隻風箏會卡住的 放心吧,我知道我在做什麼 哦,糟了 朱先生令風箏卡住在樹上 糟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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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退後一點 你要小心一點, 爸爸 我知道我在做什麼 你真的要小心一點 還差一點點, 爸爸 爸爸, 你這麼重, 樹枝會支持不住 不可能, 我知道我自己有多重 拿不到 好耶 朱先生成功拿到風箏 糟了, 他們全身都是泥 是泥你 幸好, 朱先生並沒有受傷 而且風箏也拿回來 好耶 媽媽, 我們現在都全身泥 我們可以跳下去泥淡嗎 既然這樣好了 反正你們已經髒了 還有我想爸爸要負責幫你們洗澡 哦 Pepa和George很喜歡在泥淡道跳上跳落 朱太太和朱先生都很喜歡在泥淡道跳上跳落 大家都很喜歡在泥淡道跳上跳落 原來在泥淡道跳上跳落 和放風箏一樣很好玩 野餐 今天, 陽光普照 Pepa和他家人正準備去野餐 朱先生拿著野餐籃出來 野餐布, 麵包, 芝士, 番茄和檸檬水 還有沒有什麼我們扭了沒有帶呢 媽媽的士多啤梨蛋糕 你倆放心吧 媽媽自製的士多啤梨蛋糕都在裡面 大家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 就這樣出發吧 這裡看來很適合我們野餐 好耶 出來玩真的很開心 我們應該到處跑一下做運動 我就想吃完東西然後睡一會兒 我不想到處跑那麼辛苦 我就覺得爸爸真的應該跑一下 他的肚腩很大 我的肚腩一點都不大 不過一會兒就算沒有人陪我都好 我都一定會做些運動 先吃點東西 好主意呀媽媽 我真的很肚餓 好吃呀 我現在覺得很晚睡 你不是想到處跑一下嗎 爸爸 一會兒先 看看,那裡有些小鴨 媽媽,我們可以餵鴨嗎 可以,你們可以用剩下的麵包餵 你去吃吧 Pepper和George很喜歡餵鴨 媽媽,他們好像還想吃那樣 我們已經沒有了麵包了 他們應該吃夠的了 對不起,鴨太太 我們沒有了麵包了 好,那些鴨太太太 那些鴨還想吃東西呀 爸爸,不可以再睡了,要做運動了 甚麼呀 又是你們呀 Peppper說了 我們沒有麵包了 媽媽,我們還有些士多啤梨蛋糕 如果那些蛋糕有剩的話 都可以給他們 大家都很喜歡 朱太太自製的士多啤梨蛋糕 哎呀,黃蜂呀 我最討厭的是黃蜂 走開 不用那麼怕,媽媽 只是隻黃蜂仔 走開呀,黃蜂 不要動就行了,媽媽 牠很快就飛走了 你看到嗎?只需要不動就行了 哦,走開呀 走呀 救命呀 走呀,不要飛過來呀 希望那隻黃蜂不會刺爸爸 快點走開呀,那隻黃蜂 放心啦,爸爸跑得那麼快 那隻黃蜂追不到牠 趁那隻黃蜂還沒回來 我們先吃蛋糕吧 糟了,我們忘了留給那些小鴨仔 糟了,我們忘了留給那些小鴨仔 那隻黃蜂走了 你說過要到處跑做運動的呀,爸爸 我猜不到你真的會這樣做 哈哈哈哈 不過幸好 我那件士多啤梨蛋糕沒掉到地 停呀,爸爸 爸爸,我們說過要給那些小鴨仔吃的 噢 你們有得吃真是好了 哈哈哈哈 你們快點多謝爸爸吧 哈哈哈哈 不用那麼客氣呀 哈哈 是時候回家了,跟那些小鴨仔說再見 拜拜,小鴨仔 哈哈 哈哈哈哈 我們下次見啦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樂器 哈哈哈哈哈哈 朱太太和朱先生在這裡收拾房子 我和媽媽在角樓裡找到這個舊盒 噢 你們猜猜盒裡面有些什麼 嗯,不知道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樂器 嘩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她們有舊有多層啊 嘩 嘩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個是我小時候拉過的小提琴啊 媽媽,你可不可以拉小提琴啊 我已經很久沒拉過了 來啦媽媽,拉給我們聽啊 希望還記得怎樣拉 對啦 拉得好啊 好耶 哈哈 媽媽,可以讓我拉一下嗎 你要這樣拿著啊 知道了,媽媽 哎呀,小提琴不應該是這樣的聲音的 George,又想試一下 你要這樣拿啊,George 哦 小提琴都不應該是這樣的聲音的 小提琴實在太難拉了 Pepper,可能你玩這個鼓好一點啊 多謝爸爸 這樣好聽很多 Pepper好喜歡打鼓 嘩,好好聽啊 是啊,聲音好好聽啊 這個是爸爸的手風琴啊 我和媽媽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我試過拉給她聽的 哎呀,爸爸 我還記得這首歌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George,都想試一下拉手風琴 你真是想拉啊?手風琴很難拉的啊 George,這個是手風琴 跟我的鼓一樣,都是這麼難玩的 好啊,George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可能George太小了,拉不到手風琴啊 爹地,角盒裡面還有什麼樂器啊 有這個號角 我可以吹嘛 你要好用力這樣吹的啊 看來Pepper吹不到啊 根本不可能吹到啊 我記得我以前都吹到的 看來,朱太太也吹不到啊 哈哈哈哈,我想要好似我這麼大隻 才能吹得響她啊 連朱先生都一樣吹不到啊 啊,Pepper說得對 根本就不可能吹得響她 不要緊啦,爸爸 你拉手風琴不就行 你拉得很好聽啊 哈哈哈哈,不是自己讚自己啊 我真的拉得挺好聽的 我就拉我的小提琴吧 而我就打我的鼓 朱太太拉小提琴 朱先生拉手風琴 Pepper就打鼓 那George可以玩什麼呢 那George 那George竟然吹號角啊 媽媽吹不響過號角 爸爸都一樣吹不響過號角 就連我都吹不響過號角 但是George吹得響啊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你真現在吹啊 早在訪 precip場